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生死因果轮回 一代赌王终敌彼岸 滚滚红尘里何鸿燊一生的无常赌局是输是赢 刘厚仁说第一赌年少乱世之中显锋芒 香港人有一句俗语每当形容一个人不自量的时候呢 就会说 你以为你是何东啊 何东是香港第一任首富 创立了英属香港时期的香港第一旺族 何氏家族 酒店 保险 传物 洋行 那个时候呀 凡是能够赚大钱的行业 都有何氏家族的身影 1921年何鸿燊就出生于在这个名门望族当中 他是何东弟弟的孙子 或许而是家境优渥吧 六十的时候何鸿燊并没有将心思放在学习之上 甚至是一度被分到了成绩较差的低班 但是良好的家境培养了他的事业 家族格局成为了何鸿燊骨子里的东西 因而在家道中落母子流落街头之时 他撒愤图强 从低班考到了全校第一 获得了奖学金的同时又考入到了香港大学 1941年12月 日军占领新界九国 港岛危机重重 港府发布命令说大学停课 大学生全部都参与到义勇军 而何鸿燊被分配在防空警报室做接线生 期间他认识了日商斋藤 这个人则成为了日后何鸿燊踏上走私台路的关键人物 后来斋藤作为连昌公司的日方代表 邀请了何鸿燊出任连昌公司的秘书一职 在当秘书期间 何鸿燊是苦练日语 葡萄牙语 并且对公司客户的2000多个电话号码倒背如流 勤奋做事灵活 或许何鸿燊从未想到 这些特质帮助他拆起了人生的赌局 而这场赌局的筹码竟然是自己的性命 战争时期出海押船海盗横行 杀人越后的事情十分常见 何鸿燊则主动的去请鹰 要求负责押船事宜 此时他已经是连昌公司的合伙人了 在一次夜间的押船当中 何鸿燊压缩的前物遭到了海盗劫持 海盗用枪顶着连昌船上的人 让他们通通把衣服脱光 趁海盗忙于分赃之际 何鸿燊果断的下令水手开船 逃离了海盗之后 何鸿燊又发现了日渐朝他们急驶而来 本应该悬挂的太阳旗 早就被海盗扔进了海里 何鸿燊情急之下扯下了一块布帘子 用红漆画了一团红圈高悬在手中 并且用日语和日军交流 日军建一传人是面露仓皇痴身裸体 并扔下了两件旧雨衣和干粮罐头 给效忠天皇的良名押金靠牢 大家才逃过了这一劫 在1941年到1943年的三年期间 何鸿燊依靠着走私这一灰色交易 赚得是盆满钵满 一举成为了港澳最年轻的大富豪 他说我从战争当中赚了很多钱 多年之后何鸿燊向历史学家 菲利普·斯诺回应说 第二堵商战 苍茫大帝谁主臣服 战后港澳两地迎来了新时代的建设热潮 此时澳门赌坛出现了一个传奇人物 他就是叶翰 澳门赌场兴旺初期 叶翰曾经担任骰宝的主任 当时一些听骰党凭声音逢堵必赢 叶翰识破了其中的奥秘 在骰钟上面的底部垫上了胶片 大破听骰党名声雀起 但叶翰挑战富高两个大老牌的博彩家族 屡屡受挫 决定寻求外援 他先将何鸿燊的妹夫叶德利 拉入了阵营 后来又要叶德利说服了 何鸿燊和霍英东二人参与到其中 1961年叶翰、叶德利、何鸿燊、霍英东四人 成立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这四个人正是港澳新博彩业的奠基人 想要挑战澳门博彩业老家族的掌控 并不是很容易的 何鸿燊和霍英东则看到了新时代的机遇 并且提出将博彩生意提升为 助力澳门地区繁荣的公共事业 自此博彩业成为了澳门强有力的新名片 奥于第一任董事长为叶德利 第二任是霍英东 第三任是郑玉彤 然而带给何鸿燊威胁的并不是他们 而是叶翰 作为先后侍奉过卢九和傅老荣两任赌王的叶翰 不仅是赌技高超 更是主导着赌场的管理 和麻将都不喜欢打的何鸿燊来相比的话 那么叶翰更加的适合赌王这个称号 一响硬骨头的何鸿燊却对叶翰隐忍了11年之久 叶翰的能力和野心何鸿燊一直都看在眼里 但是他却没有因为叶翰而放弃自己想要扩张资本和地位的野心 1973年在叶翰欧洲度假之间 何鸿燊将叶翰的老部下全部都换为了自己人 叶翰失势赌王之称一位了 1997年叶翰去世 何鸿燊送了高山羊旨四个大字给故人 尊重当中是流露出了孤独求败之感 不是最能够赢钱的人才是赌王 真正的赌王他实则是能够掌控所有赌徒的人 内忧已除外患接踵而来 2001年澳门决定开放赌权 澳门博彩业这款蛋糕必将迎来分割 拉斯维加斯的永利集团 维尼斯集团加盟的香港银河公司 成为了分蛋糕的另外两家 在赌局当中有一个讲究叫做一等 意思是等待好运的时机来临才下注 虽然面临着博彩蛋糕被一分为三的禁定 但是在维尼斯集团和银河公司决定分开的时候 何鸿燊显然等到了好运时机 澳门政府提出原先三家公司各自拥有三个牌照 而现在拥有一正一负两个牌照 三张牌照变成了六张牌照 何鸿燊认为这是下注的最好时刻 和他一同入职的还有女儿何超雄和儿子何优龙 2015年何超雄和米高梅公司合资 以两亿元的价格从何鸿燊的手中买到了奥博公司的副牌 二方儿子何优龙和澳大利亚的首富之子合作 以9亿美元的高价从永利集团的手中买到了最后一张博彩牌照 何鸿燊 何超雄 何有龙各一张牌 博彩业的半壁江山仍然在何家 由一家独大到三分天下再到半壁江山 正应了何鸿燊的那一句 不是那么容易说no的 你说no我就一定要变通 变道你说yes 从此刻开始何鸿燊在生意场上的赌注是越来越大 如果说之前的赌注是个体命运 那么奥鱼成立之后的赌注是整个公司的兴衰 那1970年之后他的赌注就变成了澳门的经济 何鸿燊打理下的普京改革赌场小费的惯例 将贴士的70%按资历分给了赌场的工作人员 此举一下子让赌场工作成为了澳门人眼中的金饭碗 上世纪90年代赌场直接聘用的员工近1万人 平均每40多个澳门人当中就有一个在博彩行业公职的 何鸿燊成为了澳门的衣食父母 很多人都把他奉为了无眠澳都和米饭班主 经过了数十年的经营 何鸿燊名下的博彩业已经和澳门经济的兴衰是密不可分了 在澳门大地之上何鸿燊是主导浮沉之人 第三读情史道不尽悲欢离合 做生意我还是有多少把握的 但应付女人就不行了要扯白旗 一代赌王何鸿燊并非是事事如意的 她一生当中有四访太太17位子女 情场家世说不尽的被欢离合 大太李婉华出生于律师世家 不仅拥有到雄厚的家庭背景 更是被称为澳门街的第一美人 那个时候的何鸿燊则是联创公司的秘书 或许是何鸿燊的真诚和体贴打动了李婉华 又或许是李婉华看中了何鸿燊的潜力 1942年她下嫁何鸿燊接连的生下了一子三女 只是现实和童话还是有差距的 1957年李婉华患上了结肠炎 必须要切除胃部 1973年又在葡萄牙用上了车祸 脑部受重创昏迷了整整一个月 1981年何鸿燊和李婉华的大女儿何超英离婚了 同年六月大的儿子何游汪因为车祸身亡 此时李婉华的身体精神遭受到了双重打击 自此之后李婉华闲有露面了 常年都住于澳门的主教山的两层高大屋 直至2004年离世 李婉华去世之后何鸿燊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并且以爱妻来称呼何李婉华 家人排名当中也没有二太蓝穷英三太陈婉珍和四太梁安琪的名字 以表对原配妇人的尊重 李婉华死之后何鸿燊曾经说过 爱妻的是能够共苦却难同甘的存在 而李婉华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两个去世了 剩余两位并没有入主澳于资产是最少的 大太太以及其子女淡出的同时 二太太蓝穷英和四太梁安琪则成为了家族名利场角足的核心 二太太的子女非常争气 何超穷 何超凤 何游龙均为商界精英 何超穷更是被赌王称为和自己最像的孩子 而四太太梁安琪一家则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媒体曝光率 尤其是儿子何游君和妻子西梦瑶 参加综艺高调求婚直到结婚生长孙 从未淡出大众的视线 不管是低调有实力还是高调抹眼球家常都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2010年征产风波闹得最凶的时候 何鸿燊甚至不惜状告自己的女儿 当时何鸿燊打算将自己名下奥予7%的股份分给四房梁安琪 而将信德集团与奥予的32%平分给了二房子女和三太陈婉珍 看似公平的分配却因为奥予重组发生了变化 奥予重组之后何鸿燊将持有股份的49.45%分给了二太子女 50.53%分给了三太 这样的举措意味着四房和奥予这块肥肉完全没有缘分 而这一举措不仅激怒了四房 也将征产风波推向了高潮 2011年1月何鸿燊通过了律师撞告二房女儿何超雄何超凤 声称二人对于奥予的股份分配是做了手脚的 并且要求与三派分到的奥予股份评分分给四太一份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不知道是真的二房三房真有本事还是赌王自己反悔 没过几天赌王表示将撤销起诉 并且声明奥予的股权分配没有任何欺诈的情况 一个月之后何鸿燊又表示 奥予股份分配是在三太强迫之下才答应分股份 并也称个人资产被二房三房非法转移了 依然要起诉二房和三房 赌王的家世一度成为了商政的钥匙 前澳门行政长官的何后华 及前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施参与了在信德中心 召开的争产家庭会议 不处迷离的争产剧情 直到2011年3月份才画上了休止符 赌王和家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 家事得到了解决 几年之后 何鸿燊因为摔倒而坐上了轮椅 更是在家人的利用之下成为了傀儡一般的存在 何鸿燊97岁的生日是在医院度过的 各房子女的接连情声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何鸿燊的脸上则没有喜悦 甚至戴着墨镜的何鸿燊是闭着眼睛的 那些洋溢着笑容的照片不过是各房作秀的工具 继而早逝 争产风波 被钱财撕扯的温情被风流抹杀的悲欢离合 四房十七子的他真的快乐吗 第四读 家国博彩巨制的爱国情 建立博彩帝国并富可敌国 何鸿燊的身上永远都伴随着灰色的评价 毕竟赌字的背后意味着多少人 因为沉迷于赌而家破人亡 但是当博彩业已然成为了澳门地区繁荣的 经济的支柱的时候 何鸿燊又通过了博彩业获得的资产 支持了其他的公共事业 他的身份又添了一个名头 爱国企业家 2019年全国两会上面 南都记者曾经采访何鸿燊 问他你对于圆明园授手事件 有什么样的看法 此前何鸿燊曾经质巨资 买下了圆明园的猪手铜像和马手铜像 并且进行了捐赠 记者问他你还会买吗 提问声还没有落下 何鸿燊边走边打 拍卖授手不付钱 这个是好事 能够捉弄一下他们也好 怎么能说过了100年就不是他们呢 欧洲是从中国想的 何鸿燊的大爱不止于此 他支持国家航天科技事业 支持北京奥运会 在博彩业的这个灰色地带称王的何鸿燊 到从来没有掩盖住心底的一抹红 何鸿燊的女儿何鸿穷 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 父亲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从来都没有忘记祖国 爱国是我们家族的担当 第五读生死取终人散终有谁 何鸿燊畏惧死亡吗 曾经有人问他 别人因为输钱给你的赌场而自杀 你的良心是否感到不安 何鸿燊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说 没有从来都没有 我计算过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 间接的养活了那么多的人 什么都可以补过来 在何鸿燊的眼里做善事能够弥补良心的不安 何鸿燊不畏惧死亡吗 有报道称5月25号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何鸿燊求生的意志非常强大 一度睁开了眼睛 何家对外的不告也提到了 何鸿燊面对挑战的时候 永远都不说不的性格 而死亡这个挑战似乎太大了 大到他不敢闭上眼睛 何鸿燊曾经说过 我信佛教对于因果轮回深信不疑 这不是简单是否畏惧死亡 而是生命太短 不得不面对无尽的因果轮回 深深的不安全感 从来没有因为金钱的存在而消失 何鸿燊终其一生都是在和自己赌博 他将自己交给死亡的那一刻 一日赌局的结束 自此万千因果终落定 云下的只是云云追随者 对于他一生荣辱成败的闲言赐语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娱乐缤纷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你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